我这里面以茶代酒 祝你们身体健康 A VOTE SANTE 大家好,我是Lilliana 今天Lilliana将要跟大家分享 法语非常常用的一个借词 A这个借词的非常非常实用的八大用法 当然这个借词A还有其他用法 我只是把它最最常用的最基本的用法 跟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,赶紧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学习这个借词A最最常用的一种用法 就是用来引导状语 一般表示地点、方式、方法 比如说我去巴黎 Je vais à Paris 那这个A这个借词就是用引导一个状语 地点状语 Je vais à Paris 我将去往巴黎 对吧 这个A这个借词就相当于去往前往往的意思 我怎么去呢 我是走路去的 Je vais à pied Je vais à pied Je vais à pied 这个Y可能要放在这个动词的前面 那如果是足以热遇到它的话呢 原因开头把A省掉 就变成 Je vais à pied pied呢表示脚的意思 那àpied就表示方式方法 就是走路去的 那这个A这里面呢 就表示方式 Je vais à Paris et j'y vais à pied 我去巴黎 然后我怎么去呢 我走路去的 接下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借词A就表示用的是方法 我用这个铅笔写的 Je crie au crayon Je crie au crayon je crie就是写 怎么写呢 方法是什么 O crayon O crayon 本来应该是借词A 但是Crayon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用Le crayon 那A遇到Le就变成O O crayon O crayon呢就是用 就表示方法的意思 方式 方式方法 Je crie au crayon 我用铅笔写 Je crie au crayon 接下来我们学习这个借词A的第二种用法 用来引导名词的补语 表示用途 比如说 我们说洗衣机 Una machine à laver 我们说Una machine 就表示一个机器 Machine 那什么样的机器呢 用来做什么呢 A laver A是个借词 后面用动词圆形 Laver Laver 表示洗的意思 就是一个机器用来洗的 那就是洗衣机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Una machine à laver 机器的那个信箱怎么说法语呢 Una boîte aux lettres Una boîte aux lettres Una boîte 表示盒子的意思 那它的用途是用来做什么呢 是用来寄信呢 对 投寄信进去的 O lettres 因为lettres呢 信不可能只寄一封 对不对 或者是你的家的信箱 也不可能只放一封 是可以放很多封的 那用的是 Lay lettres 那A这个借词 遇到Lay 就变成收合的 这个O R-U-X Una boîte aux lettres 好 接下来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而且这个例子呢 我是要强调一下 因为大家经常会混在一起的 我们说 一个杯子是用来喝咖啡的 我们说 表示用途 我们用这个借词 就是用来喝咖啡的一个杯子 一支咖啡杯 Una das A 咖啡 我们说A这个借词 用来表示用途的意思 那如果说的是 Una das de 如果加的是这个借词的的话 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一杯咖啡 表示内容 就是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咖啡 Una das de 咖啡 表示一杯咖啡 记住了吗 A这个借词就表示用途哦 接下来我们学习 借词A的第三种用法 也是用作名词的补语 但是表示地点 比如说我在巴黎的旅行 非常的有趣 Mon voyage à Paris et est d'un des raisons 那这里面呢 Mon voyage 是我的旅行 这里面是一个名词 那什么样的旅行呢 A Paris 就表示在巴黎 其实就是作为这个名词的补语 用来补充说明这个名词的 Mon voyage à Paris 我在巴黎的旅行 et est d'un des raisons 那这个un des raisons 表示有意思 有趣的意思 那这里面 aider呢 是être的 这个动词的动词 用的是 未完成过去时 那这个aider里面的d 和a des raisons 可以有个联读 aider d'un des raisons mon voyage à Paris aider d'un des raisons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他在北京的第一天 是非常的痛苦的 最难的 sa première journée a began aider d'un des raisons sa première journée 我们说journer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我们用这个première 阴性的形式 这个première sa première journée 它的第一天 在哪里啊? a began a 在北京啊 这个借词啊 是来补充说明这个名词 第一天的 sa première journée 它的第一天 是哪里 在哪里的第一天啊? a began 在北京 aider d'un des raisons 那这个aider 是et的动词编语 也用的是lambuffet 用的是未完成过去时 因为表示过去的一个状态 duh duh呢 表示艰难的 痛苦的意思 sa première journée a began aider d'un des raisons 接下来我们学习 这次a的另一种用法 表示的是描述某个物品的特征 或者是特点啊 比如说 le café au lait le café au lait 我们说 le café呢 是café 还是一个名词啊 什么样的一个café呢? au lait au lait 那 lait呢 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本来应该是le lait a 遇到le 就变成o了 au lait le café au lait 就表示牛奶咖啡的意思 比如说 j'aime le café au lait j'aime le café au lait 我喜欢牛奶咖啡 在广西非常常见的一种 算是水果类的吗? 算是水果类的吗? 还是怎么说呢? 甘蔗 甘蔗是水果吗? 我也不知道 la gana a sucke la gana la gana gana 就表示杆子的意思 什么样的杆子呢? 其实它是一个名词 那用这个杆子啊来补充说明 a suc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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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cke呢 表示糖的意思 那就是糖的那个感知 其实就是甘蔗 因为甘蔗是可以产生糖的 而且是非常的甜 我不知道你们吃过甘蔗吗? la gana a sucke j'aime la gana a sucke 我喜欢甘蔗 接下来我们学习 杆子啊的第五种用法 表示所属隶属的意思 那这个介词呢 通常跟这个动词at一起连用 来表示隶属所属的意思 比如说这本书是属于我的 ce livre est à moi ce livre est à moi 那ce livre是这本书 et 用这个动词at a moi a moi是我的 那我们说这里面可以有个连读 a里面的t和a可以有个连读 da ce livre est à moi 这座房子呢是bol的 cette maison est à bol cette maison est à bol cette maison est à bol 房子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我们用cette c-e-t-t-e cette maison et 还是用动词être et à bol bol是属于bol的 所以就表示所属关系啊 再举一个例子 这些鞋子是我们的 c tavalla są ster 是不是 这是我们 c 接下来我们学习这个解词 A的第六种用法 用来表示数量或者是价格 比如说他们是十个人来的 Ils sont venus A dis Ils sont venus Ils是男的他们 Sont venus Venus是venir的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 那来是有位置移动改变 用at作为主动词 当用at作为主动词的时候 这个动词过去分词要跟主语进行信数配合 所以这个venus要加上s Ils sont venus 那关于这个法语里符合过去史的运用呢 其实我已经出了两期视频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这个两期视频呢 你可以去找来看哦 Ils sont venus A dis A dis 接词A加dis是十个 我们说这里面就表示数量 他们来了 那他们怎么来的 是十个人一起来的 Ils sont venus A dis 接下来呢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A这个戒词是用来表示价格的 比如说他买了一件裙子 而且这个裙子才十五欧 就他买了一件十五欧的裙子 Ella achete une robe a ganzerho A achete的动词过去分词 它是没有位置移动改变 我们用avoir作为主动词 那对应的L呢就是A Ella achete une robe Una robe 表示一件裙子 什么样的裙子呢 A ganzerho A ganzerho 这个戒词A就表示价钱了 多少钱呢 Ganzerho 十五欧 对不对 Ella achete une robe a ganzerho 他买了一件十五欧的裙子 接下来我们学习这个戒词A的第七种用法是 用在省略句前 表示什么时候见 呼唤 或者是表达愿望的时候用的 比如说我们说明天见 A对吗 A对吗 A戒词后面加 就是我们说这个时间 我们说这个名词就表示什么什么时候见 A对吗 明天见 比如说星期一见 A landi A landi 星期六见 A samedi 或者我们说下次再见 A la prochaine 我们在呼唤的时候像说救命的时候 我们说 A se guh A se guh Se guh呢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表示救助 援助 援救的意思 那我们说 A se guh 就表示救命的意思 因为A遇到L就变成O了 A se gu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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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 A se guh A se guh 我们说在举杯的时候 我们说中文会说干杯什么的 那我们法语里面可以说 A votre sant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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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表示住院你的身体健康的意思 A votre santé A votre santé 如果有人跟你说 A votre santé 你也可以拿下 跟他一起说 A votre santé 然后就可以喝了 接下来我们学习这个 Jesse A 第八种用法 也是我总结的最后一种用法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用法 我只是总结常用的用法 最后一种这种用法呢 是这个Jesse A跟这个动词 连用 就构成一个法语的不定式 那这个Jesse A后面呢 就用动词原型 比如说 apprendre à faire quelque chose 学习做某件事情 举个例子 japprend à nager japprend à nager 我学习游泳 再比如说 inviter quelqu'un à faire quelque chose 邀请某人 做某件事情 比如说 je vous invite apprendre un verre avec moi 我邀请你们 跟我喝一杯 je vous invite apprendre un verre 这里面 Jesse A 后面呢 要用动词原型哦 再举另外一个动词 也是我们说 经常用得到的 在邮件里面 都能会看得到的 hésiter à faire quelque chose hésiter呢 表示犹豫的意思 那我们一般呢 是用这个Jesse A hésiter à faire quelque chose 犹豫做某件事情 那我们在邮件里面 经常会看到 不要犹豫跟我们联系哦 ne jete pas à nu contacte ne jete pas à nu contacte 不要犹豫跟我们联系哦 ne jete pas à nu contacte 这里面 contacte呢 表示联系的意思 好 那今天的力量 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Jesse a 最常用的八种用法 就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哦 你们的点赞 转发留言评论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想要跟力量学习法语的话呢 可以扫描我微信二维码 请注明学习法语 就可以加力量的微信了哦 但是呢 请不要随意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 因为我的课程呢 是收费的 所以呢 非诚勿饶 好 好 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à la prochaine sallet 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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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